繼續開會 今天下午的議程是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 由議員登記發言 第一位登記的是蔡金燕議員 議員請 謝謝議長 15分鐘 好 謝謝議長 市長 三位副市長 我們市府團隊 議會同仁 還有我們關心我們高雄市市政的市民朋友 還有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午安 我想我在這裡還是要再一次重申 國民黨團在上午 針對市長的施政報告所做的聯合質詢 我想市政的建設 高雄市的進步 這是所有高雄市民的榮耀 我們支持市政建設 但是對於一些議題 包括我們上午一再強調的 所謂的拆遷 強拆破千 這樣的議題 我們還是希望市府能夠在符合程序正義 符合居住正義的前提下把事情做好 我們樂於看到市政建設 我們樂於看到市政的建設 我想有一句話 在場所有同仁 包括議長 應該再同意也不過 我們高雄市議會 是我們高雄市市民 全議 把關的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上午這些團體才會來議會 陳請 我們希望說市府 包括我們市長副市長各局處的 這些首長能夠更重視 更來傾聽民生 我相信這也是市長一直以來 從政的一個理念 不過很遺憾 蘇惠姐麻煩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個照片 又有白布條出現了 又有白布條出現了 在哪裡 這個是在古山一路跟千光路路口 在我們消防局古山分隊的對面 陳局長你應該知道那個位置 差不多在我們的鐵道文化園區 那個鐵道文化館的旁邊 往北一點點的地方 可能在場 早上我們談的議題 因為在高雄市也發酵一段時間 大家都清楚 這個議題 我跟市長報告 這個布條如果我們沒記不住 應該是白鱷掛起來 他們到底控制什麼 其實中的布條寫得很清楚 反對在此設輕軌的變電箱 簡單講 我們捷運局 在我們輕軌的第一階段 工程裡面 要在這個圍籬的地方設置什麼 當然捷運局一再強調 它不是變電箱 我講的客觀一點 設置所謂輕軌的控制室 當然裡面是有變電設施 裡面是有變電設施 針對這個議題 我們八月中旬 也感謝捷運局的一些同仁 也很辛苦 不要去那現場會坎 會坎 因為 現在在他對面的民眾 那差不多在高山一樓五十三行出來 翁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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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籃那一百個 騎鞋 大家都反對什麼 反對在那裡設這個設施 他們什麼時候知道 他們是八月中 檢舉輕軌第一階段工程的包商 去做了圍籬要開始施工的時候 他們才知道在他們家的對面要做一個這樣 所謂的輕軌的控制室 裡面是有變電設施的 我想在座所有的這個 我想不管各部門都知道 台灣有所謂的十大鹹物設施 這種變電設備 除了什麼火化爐 丁丁這樣的一個設施 裡面是有變電設備 這在鹹物設施的排名 往往不是第一名 就是第二名 兩個問題 第一 水姐下一頁麻煩 紅色的那一塊 當然那個是我粗略的畫上去 面積也許沒那麼大 我有去目前輕軌第一階段 完工的整條線 大概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我沒有記錯的話 捷運局給我的資料是 好像有六個 六個在控制室 還是更多我不確定 大概沿路爭議 我們知道輕軌現在在成功路 成功路簡單講 你的這樣的設施 設在成功路沿線 基本上也沒人要插入 旁邊不是中間的大樓 不然台北的工廠 不然中間的公司 這才有人要插入 沒人要插入 離民宅比較近一點的 應該是在我們消防局的對面 那裡也有一座 另外有一座是在青年路底 靠近海邊路那邊 那裡應該也有一座 那個應該是 應該是就是這樣的一個設施 距離我們不管 我們先看看這個圖 因為目前捷運局要施坐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這個輕軌的沿線 它的周邊很大的一片 是我們的鐵道保存區 目前應該是 我沒有記錯的話 文化局把它列為這個是歷史的地景 歷史的景觀 就它有要做保存 那其實在這張圖的下面一點 交通局也在那裡做了所謂的接駁中心 你可以看到 這張圖除了那個紅色的對面 有民宅以外 其實在它的下面 兩邊民宅不多 那真的一定要經濟一個 剛才在人對面的地方 而且最早 最早這個紅色的 應該是在那個三角公園那邊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我們會看以後 我們也有跟局長談過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說趕快 不管你要協調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可能 找其他的地方 看到的鐵道保存區 這麼大的土地 找不到一個更適當的地方 來把它刷 那一定要放在那裡 八月中到現在兩個月了 上禮拜六 承包商又要進去做了 布條才掛出來 第一 為什麼會偏偏要選在那邊 也給你時間去看看 有沒有時間來變 第二 我比較納悶 我剛剛也請服務處 調出 大概從 因為我們輕軌 我印象中 從我第一屆開始 就審輕軌的預算 到應該是前年開始做 然後做到現在 我們把輕軌相關的 我行程裡面有的 都調出來 看看我們捷運局 到底有沒有針對 這樣的一個賢物設施 辦過任何一場地方說明會 辦過任何一場協調會 辦過任何一場的 施工前會看 我講 包括我自己 包括里長 包括當地的民眾 都是在八月中 施工單位要做的時候才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設施在那裡 這是不是黑箱 我講 我們跟局長拜託 你知道他跟 他跟西工單位怎麼說嗎 他說我們合法的 你就留意做 這什麼官威啊 其實我也不希望局長給我什麼答覆 趕快去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根本都不困難 事前把它做好準備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發生 旁邊空地這麼多 怎麼找不到一個 不會去跟人家招集到的地方 偏偏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衍生到這裡 給你兩個月的時間去處理 來找我 來找里長 有沒有去找過任何一個當地的居民 局長 你有話講 議長是麻煩局長答覆 請局長回答 感謝議長跟蔡議員 蔡議員 輕軌設備是不是嫌惡性設施 那這裡面其實會造成民眾的誤解 他會聯想說 這就是台北電所 不是 所以蔡議員其實就很清楚 所以這裡面我們主要是耗製連鎖控制室 那當然韓瓜了 要用電 電這面 因為台電的電是交流電 我們的電的部分是直流電 那交流電必須轉換成直流電 我們的系統才有辦法去做使用 那這裡面 我們也針對 其實民眾質疑兩點 第一點的部分 他是質疑說 你這個產生電磁場 那第二點他是認為說 你擺在那個鐵道文化園區部分 景觀會不會影響 那剛剛蔡議員提過 這裡面其實我們都找過 我們為了可以用的就是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裡面其實雖然那麼一大片裡面 我們只能在公共設施裡面其他的部分其實化為商業區的部分 那那一部分台鐵的部分 商業區我沒辦法使用 所以為了可以用的就只有一個 那第一個電磁場的問題部分 我們有去測過 我們前面其實有五座 五座的部分 我們電磁場的部分 我們去查的時候 是六點九最高 那六點九 我們記得一個 其實我們電磁場的問題 部分 我們的吹風機 我們常在吹頭的吹風機 我們有去台電那邊測過 電磁場的部分 它的電磁場是有 一百三十三點三毫高濕 但是我們的部分 距離一公尺的距離 也才只有六點九 所以如果是照環保署的標準來說 會對人體有影響的部分 其實要達到八百三十三毫高濕才會影響 所以姐姐的情景之下 怎麼會是顯惡性設施呢 它根本跟便電所是完全不一樣的啊 所以民眾的誤解部分 我們也持續 感謝蔡議員其實也跟我們提過很多次 我們也請區公所 然後也請蔡議員這邊幫忙 另外跟里長那邊也多次的溝通 那其實民眾還是有一些餘地 我們還會持續跟他做溝通 第二部分就是景觀的部分 景觀的部分 我們所選的部分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量體不大 量體不大只有四十三坪 但是它長度比較長 長度需要二十點四五公尺 所以在這個地方 蔡議員也有建議過 就是便宿那裡可以用嗎 便宿那裡 因為在廁所那一段的部分 其實那邊有一條計畫道路 那計畫道路上面 其實我們是沒辦法把它堵住的 所以在那段裡面 中槌裡面是沒有的 這個價位其實整個位置的選定部分 之前就已經有很多討論 就是委屈的陳儒 誰討論 那個我們找了很多專家學者跟相關單位 那個我們的養工處跟相關單位 這些大家都有會看過 然後最後才決定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跟民眾討論過 它不是嫌惡性設施啊 因為不是嫌惡性設施 我們就是針對那個選定 所以幾乎要做什麼都不用跟民眾說就可以了 是不是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當時是在101年 社員行政院合併的 局長我時間有限 我也給你機會說明了 你坐下 謝謝 看起來是 我不知道耶 你去 你以後台電要射電箱 我們就跟他說 哦 這個符合環保法規 你們就不要抗議 你們家門口讓我射 看人要讓你射嗎 哪一座台電的設施不是符合環保法規 哪一座射下去民眾不會跳腳的 射人家有沒有 不要用這樣的態度講話啦 其實這幾年下來 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真的是很大的疑問 很多工程 很多公共工程 很多工作 我相信是市府經過攏長的討論 經過所有上下的討論 想出來的 不管是工程還是不管什麼東西 做一做以後 結果切切去給民眾在念 去給民眾在念 我相信議長也有遇到這種問題 我們站在某一個角度看 好像是一個好事 但是地方民眾就很不開心 為什麼會這樣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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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說的 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應該多體恤 多了解民眾的需求 不是你說好做的 人家就一定好啊 以後市府開什麼公聽會 說明會 協調會 都不用開了啊 大眾運輸欸 很了不起是不是 我希望 我希望 今天的質詢以後 檢舉這邊 趕快去看看 這個問題怎麼去解決 以上 謝謝議長 謝謝 蔡經營議員 市長想要回應 謝謝市長 謝謝議長 謝謝蔡議員 我想 我基本上同意說 第一個 因為蔡議員是我們 非常尊重 專業的議員 那剛剛前應期 就是把說 到底我們這個設施的磁場 會不會影響到市民的健康 我覺得這個當然 我們一定要重視 但是我想依照科學的根據 我們的了解 它確實對人的健康 是沒有影響 不過民眾不了解 民眾總是說 你這個好像類似 變電箱其實它也不是 他們會有一些疑惑 那我是認為民眾的懷疑 我認為這個都是很正當 那我想站在我們 決運局的立場 那我們有責任 來去跟民眾說明 就是跟他們保證說 這個安全沒問題 在那個地方有公共 設施的用地 還有所有的我們計畫道路 這個地方 當然可以挑剔 我想這個可以討論 所以我會認為 其實剛剛 捷運局局長的意思 並不是說市府在執行計畫中的傲慢 是說市府在這個過程之中 缺少如果沒有讓民眾 去適時去了解 我們有來善盡說明的義務 政府本來就要給他們算命 但是我也很期待說 我們一些很進步專業的議員 在科學、經、股商 可以幫忙市政府 來跟民眾說這是沒問題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所以我想我會請 捷運局繼續 來跟我們的市民溝通 然後我們可以在現場上 哪些公共設施的用地 有多大 有什麼可以刷牧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在現場在那裡 來修正 盡量讓民眾沒有恐懼 沒有排懼 另外我想我們需要 專業的議員來幫助我們 因為這個都是為了 整個讓我們所有推上 讓我們的捷運更順利 這個部分請創議員幫忙 這個部分這樣好不好 謝謝 你只要計劃道路 我不是在那裡 市長 你只要計劃道路 稍微不斷 你只要計劃道路 至少10年或10年 等到市府 好像市府 我們先把大家 討論到做 好 好 我們去了解一下 如果說那個計劃道路 是要開闢 這樣我們就不可以 跟他們堂在那裡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跨幾處來討論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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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蔡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唐惠美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請 我們的大會主席 我們最辛苦的市長 還有我們的各個局勢的主管 及電視機前的好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平安 今天本席 有兩個非常嚴重的兩個問題 要請教我們的市長 還有請教我們的 原民會的主委 每一年我們三個園區呢 都有並列這個安全 部落安全環境建設的一個經費 它去年呢並列了5000萬的經費 那今年呢縮短了到4500萬 那這個經費這個部分呢 最主要的就是為了要強化我們原住民 三個地區的基礎建設 來改善我們原住民地區 來達到提升我們原住民的這個生活品質 那原本這個5000萬 減少到4500萬 那我們本來我們三個議員 還有我們的 呃原民會各個主委 帶領各個各個主管 我們大家也開過這個 這樣的一個 呃 溝通 就是希望這個經費呢 能夠 呃 分配平均啦 那之後呢 呃 這個經費呢 沒有讓我們感覺到說 有這樣的一個平均的一個 呃 呃 配款 雖然我們茂林鄉人口比較少 我願意去就讓兩個鄉政 讓兩個區呢 經費多一點 但是呢 我看到這個業務報告裡面的數字呢 不會騙人 呃 那才是真正我們所要看到的答案 我現在就把104年跟105年所分配的這個 呃 金額呢 來報告我們的市長 希望我們市長呢 能夠評評理 講清楚 說明白 讓我們的鄉親 怎麼樣 真正看到 達到 我們園民會 在主委的帶領之下 是如何對待我們茂林區啊 在104年我們的部落安全環境計畫建設經費呢 我們納馬下 納馬下的經費是一千兩百零 一十二萬 桃園區呢是兩千九百五十三萬三千兩百二十元 那我們茂林呢 是只有七百四十二三千六百元 合計呢總共這個經費呢是四千八百九十六萬九千零二十元 他的餘額呢還有一百零三十萬九百八十塊 這就是我們一百零四年將近五千萬的經費啊 還有還有還有剩餘款 那到了一百零五年的這個部落安全環境計畫 這個經費呢我們納馬下的呢就分配到一千六百四十九萬元 那桃園呢更多一千八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七十元 那我們茂林呢只有八百萬 一百零四年呢我們也不到八百萬 那桃園可以分到將近三千萬 那今年呢 馬上這一年就即將結束了 我們茂林才變到兩百萬 總共呢所用的經費呢是四千兩百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七十塊 還有呢剩餘的呢還有兩百二十四萬五千多塊 這樣的一個數字會數化的一個數字 我希望市長很清楚的聽到 我剛才所講的一百零四年跟一百零五年 所分配的這個經費 我們茂林 我剛剛講一百零四年是七百多萬 一百零五年是八百萬 其他都是一千多萬 這是什麼原因 這個到底在哪裡 我搞不清楚到底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茂林山就像乞丐一樣 感受不到我們真正是否對我們茂林區的照顧 屏東縣有八個原住民地區 有九個鄉 我們高雄市縣市合併之後 我倒覺得我們三個原區更可憐 按照土地面積我們三個原鄉是百分之四十五 如果按照這個土地比例來去這樣去分配這個經費的話 應該一一不為過吧 越來越少本來是五千萬 好現在是四千五百萬 編革一遇很難嗎 我去年就講過了 能不能編個一遇來回歸我們園區 為什麼小英總統都可以道歉 為什麼我們高雄市 尤其是我們茂林 像個孤兒一樣被遺棄的孤兒 你說相公所沒有報計畫嗎 相公所一百零四年的計畫都在這邊 一百零零五年所報的整個計畫都在這邊 難道這些計畫書都不算嗎 為什麼一定要浪費人力 浪費潛力 浪費所有的資源 在這個地方 難道我們的相公所所報的這些計畫都不是計畫 只有桃園跟南馬蝦所報的計畫是可以可以做 我們茂林就不必做 我們不是人 你們用大小眼的這樣的方式來對待我們茂林 你說我們怎麼會心服口服 數字會說話 如果你覺得主委你有壓力 你覺得承擔不起高雄市的我們的鄉親很多人才 我們對你有那麼多的期待 可是你這樣子對待我們茂林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居心 真的 還跟我講說是相公所的問題 那如果說是有相公所的問題 難道你做主委的沒有辦法去做橫向的溝通嗎 你站在一個主委的立場 站在一個我們整個原住民的一個大家掌 我們把全部的所有的責任都交付在你手中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用心的去看哪一個地方的需求 是不是很急蹊迫 這裡報了那麼多的經費 報了那麼多的計畫 把它當作是隨便的紙張浪費丟到那邊 我們中央要不到 可是我們最起碼我們原來的預算 我們高雄市是一家人 我們自己家裡的人我們都要不到錢 那我們要到哪裡要 這個最基本的預算裡面 該有的就給我們嘛 該分配的大概都平均分配嘛 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老師是幾百萬 你知道嗎 納馬夏 納馬夏今年他們所報的呢 他們全部都已經在施工中的有23件 那我們桃園已經在施工中的呢 22件 那我們毛鱗幾件 幾件 幾年六件 去年就一件 市長 我非常尊重我們的市長 因為他是一個人權市長 數字會說話 煙霧報告裡面 這個是你國中主委所報告的 我相信我們的市長 回去之後 門心自問看看 這樣的報告 對得起我們的鄉親嗎 我們怎麼樣去把這樣的這個經費去分配 這個是你們的責任啊 我們的農業局 我們的水利局 你主委站在主委的立場 這個經費要從哪裡拿 要從哪裡去 去從這筆經費 你非常清楚啊 你不要老是把責任推給別人嘛 你要看這個責任啊 誰叫你站在這個位置 我對你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可是你讓這個數字讓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接受 裡面我們的活動中心去年 只做了一樣700多萬 大家都講好了 還有167萬 今年要繼續去執行 三個多功能的活動中心 居然今年沒有編 好 我們的我們的併案屋 以前上一任 編了不到200萬 叫我們200多個人去做避難屋 颱風的時候大家都不敢做 每一年大家都還是要到農會 好 今年編了200萬 到現在也還沒做 好 還有第二個最嚴重的問題 溫泉 溫泉是中央撥下來的這個三年的溫泉示範 我們茂林區是溫泉示範區 它今年呢已經是三年的計畫 今年已經是第二年了 所有的這個溫泉 所有的這個規劃啦 還有認證的這個流程裡面 那是最繁雜的 都已經都已經有了 都已經 現在只剩下什麼時候執行 有今年有1120萬的經費 可是到現在都還沒有動工 每次問運命會 9月份就可以泡腳了 10月份可以泡腳了 到現在 連動一根草都沒有 這個兩個那麼大的案子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執行 我們的溫泉到底什麼時候執行 那我們這個 所有的這個部落安全環境計畫的這個經費 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對我們茂林區 小小的這樣的一個數字 這樣子去對待我們 我們不是高雄市的市民嗎 我們不是人嗎 你們有意思把我們當成孤兒一樣 還好還有八八水災的時候呢 還好有做了兩座橋 讓我們茂林感覺到說有進步 連一三二線不到10公里的這個一三二線呢 每一天的遊覽車就將近十幾台 假日的時候二三四台 你連這樣的經費你們都不願意編 你說我們怎麼接受這樣的一個這樣的待遇 難道我們每天都在走的道路 都會去呢 這麼短短加油坑坑洞洞的馬上補 明明還是好好的道路我忍愛路那邊 我們看不到一個有坑洞的還是重新 還是重新瀑波有 那我們茂林呢 講了從上一任講到現在 沒有任何動靜 給你好像是給你那個一粒花生的 讓你甜一甜那個花生的糖果的味道而已 集中火力嘛 讓我們知道 今年的預算有多少我們可以做多少事 大家都很清楚 诶 主委 告訴我們說是 茂林 你今年有多少的經費 我們就用這個預算的這個五千萬的這個 四千五百萬 才四千五百萬而已 你們就這樣子對待我們 我說啊 編格一億嘛 來回饋我們嘛 難道按照這個土地分配的這個分配的這個經費 應該不只一億啊 可是你們是怎麼樣來照顧我們園區的 所以呢我感慨 我心裡非常非常的沉痛啊 我站在這裡替百姓 扛了這麼多的這樣的一個使命跟責任 可是呢 我們的高雄市的市府的團隊呢 沒有真正想說 茂林是一個觀光景點呢 我們不能靠茂管處的 茂管處它所做的事只有一個景點而已 它是中央的我們管不到 可是我們自己家裡人 高雄市是我們自己家裡人 大家都可以談的 我們為什麼都不能談 我們為什麼都不能說 真的 我站在這裡 不知道要怎麼交代百姓 這樣的這個數目 主委 是你自己編的 你自己很清楚 我相信 如果我沒有告訴 市長的話 也許市長 你不曉得 我們茂林原來是受到這樣的一個待遇 你原來不知道我們茂林 用這樣的方式 大小眼 來對待我們茂林鄉 我說嘛 剛才我說我們就像乞丐 孤兒一樣 被翻邊的一個孤兒 那不老的話 給我們放到屏東縣嘛 用這樣的方式對待我們的話 我們可以到屏東縣啊 最起碼屏東縣在我們隔壁嘛 因為你們沒有照顧我們啊 我們就像 我們每天跟你們討好 每天跟你們報計畫寫的 那麼多大本 那麼多的計畫 拿到相關手都是 他們都是正式公務人員耶 他們寫的計畫 明明都寫的這麼多 然後每一樣都是沒有經費 沒有經費 錢從哪裡啦 中央要不到 市府也要不到 市府把我們當作是二等公民 難道原住民是永遠是二等公民嗎 什麼叫做原住民 你們聽不懂嗎 你們才是外來的耶 外來的應該照顧本家的人 我希望 股仲主委 你摸摸你的良心 你這樣子 你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不要老是去責怪 去公所去責怪什麼人 你要自己 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把這個數字 講清楚說明白 讓我們的鄉親真正感受到 你真正你在當主委的任內 你要去承擔 而不是推脫責任 不要退任何任何的責任 你要用橫向的溝通 來去跟各個局勢 去做這樣的橫向的溝通 去幫忙爭取 協助一些如果不足的部分 這是你的責任啊 誰叫你去做這個主委 要不然就換人啊 我剛剛就說嘛 高雄是很多人才啊 你從高雄縣班處長到現在做了多少年 你應該比誰多清楚啊 可是你為什麼數字是這樣呢 我真的搞不清楚 為什麼數字會是這樣的一個 讓人沒有 鼓仲主委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唐議員 那跟唐議員報告 我非常重視這個茂林的一個發展 那其實原鄉的工程經費大概有四個計畫 一個就是剛剛我們市府編列的部落安全計畫 那另外一個是中央的部落特色道路計畫 以及部落永續發展計畫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原鄉常常發生災害 所以我們有一個災後復健的一個經費可以申請 那剛剛我跟議員報告這個 部落安全計畫是我們市府編列的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今年呢我們總共受理三個區 總共一百二十七件的這個工程案 那我們核定有五十一件 其中茂林申請十二件 茂林我們核定六件 佔茂林申請案的百分之五十 桃園呢 桃園申請六十四件 我們核定二十二件 總共核定率是百分之三十四 那麼現在申請五十一件 我們會看完要核定二十三件 所以只佔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茂林的件數本身是比較少 那但是我們覺得說茂林的發展 在我們安全部落計畫裡面 我們仍然爭取中央的補助計畫 所以中央補助計畫 今年我們用在茂林的 大概將近四千多萬 如果不含 緊急搶修這個四百萬 大概三千九百多萬 那茂林的發展其實是 應該是著重在產業這部分 所以茂林是我們爭取全國六個部落裡面 唯一的溫泉示範部落 那剛剛議員所提的 其實我們沒有落後進度很多 中央給我們的核定計畫是 要在107年開始營運 但是我要求通常要趕這個工程 所以去年我們完成這個 溫泉井的這個鑿溫泉井 那今年我們希望說做一些 完成它的溫泉證明等等工作 今年我們還是繼續去趕工 那我想議員你關心的部分 包括議員你關心整個土地重測的部分 我們也為茂林其他兩個區沒有 爭取到中央補助 已經在核定了 那我們曾局長呢 也針對議員你關心的天空橋這個部分呢 也特別專案跟中央爭取 規劃設計經費三百萬 觀光局曾局長也去努力 所以我們對茂林的發展 每一個區的發展它不一定都等同 我們會按照每個區的發展 用不同的計畫跟經費來挹注 所以議員你可能誤解了 因為禮拜五我跟你溝通 你不讓我跟你說明啊 所以請議員不要誤解 那我不足的部分我會再努力 謝謝 謝謝 時間到了 接下來請 請主委去跟他跟那個唐議員詳細的說明 不要讓他有質疑喔 接著我們請 伊斯坦大貝亞夫議員 政府議員質詢15分鐘 謝謝議長 市長副市長 所有議會的集處長 那麼原鄉建設 是有必要的 但是呢 我們有三個原鄉 因為八八風災的關係 建設的需求跟階段 是不太相同的 像桃園跟納馬夏 因為道路的建設 我們還無法跳進到產業計畫的發展 那麼我們現在像桃園 我們非常需要的建設 就是農路要改善 我們要求市政府要求的建設 其實都是部落的需求 那麼像茂林所有的橋樑高架橋 都建得也非常的完整 在過去二十年當中 茂林貿管處 投資在茂林的所有的建設 非常非常的多 相反的 茂管處 在桃園的建設 幾乎都看不到 所以你在十年當中 來比較每一鄉的各項建設的發展 我們桃園跟納馬夏 可以看到是很明顯的 落後於茂林 茂林區的建設 當然 建設要看地方階段性的需求 目前茂林大概已經要進入到 產業計畫的發展 那麼這一點我要請教主委 茂林區目前包括 你們爭取的中央計畫的 光光發展其中的 溫泉開發 它是分幾幾年的計畫 在爭取 那麼 它的經費 到底可以應用爭取到多少錢 主委先給我答覆 請主委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檀佩奧議員 那這個溫泉經費 它的計畫是六年 從一百零五年執行到一百一十年 那它的總經費是八千九百多萬 那今年要執行是一千一百二十五萬 就是八千多萬嘛 八千九百 是 好 請坐 謝謝 所以我跟林明傑議員 也同意這樣的一個 階段性的產業計畫 先開發茂林區 等到我們桃園 那麼下整個道路建設 順利完成之後 我們才可以進入到 部落的產業計畫 這個就是我們當議員 要了解自己的 家鄉應該要有一個階段性 建設到哪一個階段 我們就要求政府 我們要做什麼建設的需求 那麼 爭取經費 我們議員也有責任 不是只有 要求市政府來協助 那麼市政府 其中很多的方案 其實市政府呢 也做了不少的建設 不是只有 也有嚴明會 所謂的五千萬四千五百萬 那麼這一次 我的部落 拉布朗里 我就透過立委 協助 向中央 爭取 比照 保來 來造街 也大概有兩三千萬 所以當議員 原住民的議員 要會爭取經費 不但要把我們的需求建設 跟我們市政府反映之外呢 我們議員也可以找立委啊 我幾乎啊 都會找我們高雄市級 民進黨級的立委 來幫我們協助爭取經費 所有的部落建設 我跟林明潔議員啊 大概 我會聽聽部落的需求 讓部落的人 提出你的計畫 然後 我們反映給 嚴明會 我們都會親自會看啊 你看我 我跟林明潔議員的FBR 我們幾乎啊 都在山上 爬山涉水 會看我們鄉親的農路 穿以鞋 穿以衣 穿以衣 這個就是我們議員的角色 那麼 議員呢 自己要認真啊 部落建設 經費 經費來源 很多管道 市政府也可以 中央政府也可以 那麼我相信 在三個原鄉的 建設 需求的階段不同的因素 我們大概跟林明潔議員 應用到部落建設的都是農路改善 改為安全的水泥路面 我們桃園有八個里 茂林有三個里 那馬夏有三個里 但是我們桃園跟那馬夏 百分之九十都是在做農 農路啊 非常需要 圓民會的協助與幫忙 那麼茂林呢 我們也支持 產業計畫裡面 開發溫泉 即將有八千多萬 但是我們桃園跟茂林 沒有這個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這項經費 我們桃園鄉也很多 溫泉要開發的啊 但是我們了解 我們現階段 要改善的是農路 來協助我們鄉親改善農路 我們百分之九十 都是農民 那麼我覺得 對於這樣的 一個部落建 雖然 不算多 我也希望將來 明年度 能夠改善 增加 增加一些 我們部落建設的經費 那麼我們就好好的 跟市政府溝通 溝通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找各級處 來做很多的建設方案的協調會 我也會找學歷級 也會找農業級 也會找 嚴明會的主委 必要的時候 我就會找副市長 找副市長反映給市長 我相信啊 市長一定會支持我們 原鄉部落的建設 那麼中央的 我們也可以 可以透過我們高雄市的立委 包括市長到中央開會的時候 來協助我們一些地方性 比較重大的建設案 那麼 那我桃園區啊 面積啊 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部落建設的需求 也更多 所以講公平性很難收 茂林有開發 溫泉 產業的經費 已經有八千多萬 我跟林明杰議員沒有 因為 我們也支持茂林的產業計畫 也希望 唐議員啊 有時候也要體諒 我們桃園區跟納馬下 我們的需求就是那麼簡單的一個 農路改善的一個計畫需求 那麼在這邊 我有一個提案 我希望市長幫忙 我們在建山裡 一個叫建國橋 在七年 八年以前 完全被沖毀了 我們需要中央幫忙復建 建國橋 建國橋 有時間的話請市長 向中央幫忙 復建建國橋 因為我們已經沉勤了好幾年 當然前面的中央政府 當時候只要是高雄市政府的 原鄉的建設 就有原設了 那麼現在 換我們執政 希望執政 讓這個建國橋有機會復建 所以這一點 我要請市長幫忙 到時候我會把相關的資料 會請交給市長 真的要請市長幫忙 那麼最近 在討論轉型正義的 這個議題 我跟林明潔議員 有受邀到總統府 我當時候 聽了蔡英文總統的 對原住民 歷史轉型正義的報告以後 我真的很感動 但是有一項 我們希望 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要重視頻繆族的證明 頻繆族一定要證明 因為頻繆族呢 原本就是台灣的原住民 雖然語言很難 他們 細數說到底 能不能找到頻繆族的語言 但是他們的血言 他們確實在台灣 是事實存在的原住民族 那麼頻繆族證明 我們高雄市政府 也請市長有機會 也能夠協助我們 證明這個頻繆族的原住民 那麼將來他的事務機關 能夠定位在 頻繆族事務委員會 要跟現在的行政院 言明會併在一起 那我的感覺上 好像不盡相同 因為我們原鄉有部落 有土地 那麼頻繆族呢 要找一個很完整的部落 好像不好找啦 所以我的建議是說 將來就定位在 頻繆族事務委員會 那麼言明會呢 就是行政院的原住民委員會 頻繆族就是行政院的 頻繆族委員會 希望市長能夠 在這幾年當中 有提到頻繆族證明的問題 也希望市長能夠全力協助 我們頻繆族的鄉親 完成證明 這樣的話呢 才能夠很順利完成 頻繆族的訴求 歷史轉型正義的議題 我們要協助他們證明 那麼一方面 我也要鼓勵 我們圓民會 農業局 水利局 因為幾乎原鄉的 需求建設 大概就是你們三個單位 多多聽我們議員的建議案 包括公務局 那麼公務局呢 其中在美農的 也主子們後段的 那一座要修建的橋樑 我希望明年都可以看到成果 那麼我相信 市長 領導的市政團隊 都會秉持 為高雄市民 解決問題的一個決心 跟信念 我信任大家 也希望大家 能夠多多關心 我們原鄉的建設 那麼建設 不足的部分 我要請市長幫忙 在一倍金的部分 還能夠 再協助 請市長幫我答覆一下 謝謝市長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醫師坦大議員 第一個我想 有關於我們原鄉部落 建設經費不足的部分 那醫師坦大議員 跟林明傑議員 都非常努力 同時也不斷的跟 高雄市集的立法委員溝通 能夠爭取更多的一個經費 來建設我們的原鄉 我想高雄市政府的立場 這個部分都全力支持 如果剛剛 醫師坦大議員特別提到 那我們桃園區建國橋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請議員把資料給我 謝謝 我想我一定會到中央 如果圓民會 或者公共工程委員會 對於原鄉必要的建設 我覺得我們有責任 在這個部分大力來爭取 第二個部分 當然因為氣候變遷的因素 從最近一連串 這種豪大雨颱風 幾乎一個禮拜一次的颱風 也形成給我們很多 原鄉的建設 受到非常大的挑戰 這個部分 當然我會覺得 我們要更應該加倍來關心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密切的注意 另外有關於平鋪組 平鋪組原住民的證明的部分 那前幾天 我們到小林業績 就是大五龍的一個平鋪組 他們的業績 那我們都非常的支持 那我想從平鋪組的證明 他們不是他們大五龍的平鋪組 特別標明他們不是希拉雅 所以他們也認為這個部分 將來也應該回給他們 族群正確的一個名稱 這個我都同意 所以未來在整個這個族群委員會 那或者是中央在討論相關 平鋪組或者其他希拉雅 所有原住民相關的議題 如果我想我一定會來表達我的意見 尊重每一個族群正名的權利 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伊斯坦大貝亞夫政府議員 接著請林明傑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議長 高雄市城局市長以及師傅團隊所有 以及主管 還有我們議會的同仁 以及我們媒體記者 大家好大家平安 那我在這裡可能也要針對我們原鄉 在整個建設的這個需求 其實我這邊也跟貝亞夫的觀念一樣 三個原鄉絕對有不同的產業 有絕對不同的需求 像剛才貝亞夫議員也提到 納馬蝦跟桃園 是因為最基本的產業道路 要進入觀光產業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目前所需求的就是 將我們目前的產業道路 或者是主要聯絡到各點的 這個景點的這個道路先做好 我們才能跳脫道跟茂林一樣 繼續往我們的觀光企業發展 那我這邊可能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滿認同我們市政府 圓明會這樣的一個規劃 就是將最主要的產業觀光的 這個點這個經費 全部投注在我們的茂林區 讓我們高雄市後花園這三個原鄉 最起碼有一個點 可以讓國人讓我們台灣所有的人 知道說高雄市原鄉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標 就是茂林溫泉區 那我們納馬夏跟桃園 因為我們不同農業的那個產品 像我們納馬夏是比較重大的 可能就是水蜜桃 加上芋頭還有馬祖 那桃園是紅肉禮還有他們的愛玉 所以在這樣龐大的面積 面積的這個耕作 以及在執行的這個需求下 當然我們要的是農爐 所以也感謝市政府 有這樣對我們三個原鄉規劃的對應 那說實在可能在茂林 我們湯議員會有一點感觸 但是我相信從我們這樣的解釋以後 湯議員應該會有所了解 也希望我們湯議員不要太過激動 那我這邊可能第一個要再探討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納馬夏 我跟你講說實在我跟貝亞夫 我們的環境也是不一樣的 雖然是隔壁隔壁的這個地段 但是我們靠近阿里山 我們只要跨過 我們說轉個彎就到阿里山 但是為我們納馬夏 不屬於茂林風景管理處 也不屬於阿里山風景管理處 我們是死角了 所以我們在整個推動 不管是農作物 甚至於我們的所有的經濟產業的推動 都比較弱勢 所以我在這邊 可能也是要請市長協助兩座橋 因為這兩座橋從我在公所 擔任課長一直到 今年年初都提過 一個是西安吊橋 一個是長廊吊橋 我要的只是一個吊橋 我們西安吊橋 所有的材料都有 但是因為橋墩的沖毀 需要建立起來 只要橋墩的這個經費就可以了 所有的橋板橋鎖 那個東東都有了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 還請我們的市長協助 那長廊吊橋是我們在南伊沙路 我們整個南馬西亞進入第一個部落 就在部落的對面 但是他們要從事農業 農業耕作的時候 要繞過麻雅里 來回將近二十公里 如果說長廊吊橋做的話不到一公里 這個也曾經向過去的中央 就前朝的中央要過 也答應過 但是因為碰到立委 立委嫌疾 後來預算散掉 所以蠻可惜的 所以這兩座橋也蠻期盼 就是說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市府團隊相關急促 能夠協助提出這個方案 向中央幫我們爭取 解決這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我們西安吊橋也是跟長廊吊橋一樣 他只要從家裡走到他的農地 也不用五分鐘 但是他必須繞過民生大橋再到自己的農地 也要差不多十公里左右來回 所以這個部分我不得不提 也希望就是說 在我們高雲市政府在推動我們大高雄 所有的規劃當中能夠真的提亮 真的輕重緩急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在前三次的會期我經常提到 我們那麼像 在八八水災衝回了十二座水泥橋 吊橋到現在一條橋都沒有重建 所以我剛才提到那兩座橋是非常急迫 因為也感謝市政府 農業局在前年 在去年也幫我們做了 登輝農路就是跳過長廊吊橋 因為沒有長廊吊橋 然後把路面打了水泥路面 讓我們的農民非常的順暢來做 沒有農地的這個耕作 但是最近聯繫三長颱風全回了 路段全部都回了 所以我期盼也要求也拜託 長廊吊橋西安吊橋給我們一個機會 那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並不是說排之茂齡 我剛才也提到我們認同 市政府在整個原鄉的規劃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最近因為三個聯繫的颱風 我們那麼像 沒有鋪過水泥路面的路段 真的不能走 做農的只做到一半 一半的收入都沒有辦法收 所以我這邊可能要 是不是請我們的研考會 十月以前 排定一個時間 帶我們的研考 農業水利公務跟圓民會 這幾個相關單位 到現場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先請我們的研考 研考的主委回應一下 能不能排這個時間 請劉主委回答 好我們可以來現場看一下 十月以前 那我會親自駕駛 讓你看看一下我們的農路 到底是車子可以走還是人可以走的 沒問題 真的很可惜 因為我們那個馬祖市 剛好是雨季才可以採收 但是只採收到一半 請坐 只採收到一半 因為沒有路 路被沖回要不然就是坑溝 所以就沒有辦法 但是也感謝了 市政府這一次在這個年度 就是湯惠美議員所提到的 也同意做這樣的一個緊急 回應我們納馬夏做了要準備做二十幾條的農路 這個是感謝 那最後 其實我經常講這麼一句話 不管是高雄市政府裡面任何一個局處的各位長官 在座的各位長官 在當我們原鄉需要的時候 能不能不要再提說 因為你們原鄉已經自製了 所以我們的經費不能挹注在你們原鄉 所有的經費都在原民會 在我們的高雄市原民會裡面 但是剛才也提到了 一年四千多萬 我們三個區要分 不但是道路 我們部落的環境 還有我們部落的一些設備建設 都包含在裡面 真的不夠 所以我提到就是說 能夠不能匯康這個問題 就是說讓真的 可以相關我們地方 整個建設 整個地方問題的這一些基礎是 能夠直接面對 我們農民的需要 現場了解 你才會知道說真的我們很需要 那在這裡 真的感謝市長 也經常在很多的媒體裡面 將我們原鄉 注入在我們整個高雄市的規劃裡面 但是我這邊可能要提到一點 因為剛才看到 所有市長我們的報告 有一些有一點 有點納悶 也不是說納悶 但是有一些 想要請市長協助 因為好像沒有看到我們原住民 畫在我們大高雄市的整個整體的規劃裡面 因為我在上兩個會期也提到就是說 不一定要一次就位 所以 就讓我們三個原鄉 像茂林就有了 就像 就指我納馬下 讓我們納馬下 逐年 短期長期中期這樣的一個規劃 讓我們有一個點 讓我們台灣人聽到納馬下 就想要去看這個地標 這個點 因為我們納馬下 說實在 剛才我講到是中央三部管的地帶 兩個很可惜 兩個風景管理處都沒有辦法管道 也不願意把我們納入 因為這樣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都滿期望就是說 再一次呼籲 規劃整個到高雄市的時候 各位急促市的各位主管 了解一下我們三個原鄉的需求 了解一下我們三個原鄉 真正應該是規劃納入的一個方向 那最後 祝福 我們的市政 在陳市長這樣的帶領下 真的 能夠再一次看見我們原鄉的需求 好 謝謝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林明傑議員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